价值400多万的迈凯伦720F 出了大事故过后 被马特花了不到6万英镑买了下来 从视频的展示情况来看 车子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左侧的车门是完全报废了 车身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撞击 就连轮毂上都有着裂痕 而让马特最担心的就是车子的后端 发动机竟然有着漏油的情况 这让马特不油的担心了起来 如果发动机也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个项目就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当马特把镜头转到右侧车身时 他的内心一下就凉了半截 传动轴竟然都被撕裂了 上面还有螺丝被折断的痕迹 而从掉下来的车轮上就不难看出 车子的撞击是多么的严重 这让马特更加的担心引擎的状况 于是就将右侧四分之一面板拆了下来 想进一步观察一下受损的情况 不过在马特的检查中发现 框架上除了一个小凹痕外 其余的部分看起来还不错 这就侧面证明了引擎受损的情况大大减少 接着他们就来到了车子车门处 将胶部粘连的车门打开 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糟糕的情况 门框上除了被撞的凹痕外 竟然很多地方都是裂的 要知道麦凯伦720S车壳 都是碳纤维一体化制成的 碳纤维使其变得非常的轻 可在发生事故时也会有相对麻烦的问题 要是车壳损坏了是不太可能被修复的 虽然车主保证车子是可以运行的 但马特的内心还是十分的纠结 其实马特要购买车子的起因 是他的粉丝给他发了一个邮件 说有一辆价格非常低的麦凯伦要出售 卖的价格比二手车的一半还要少 这一下就吸引到了马特 于是他就从英国坐飞机 来到了美丽的阿姆斯特丹 虽然一个单趟只要两个多小时的航程 但这样一辆损伤严重的车子 还是让马特有点想打退堂 于是在他坐飞机回去时 就发了一些照片给麦凯伦维修的专家 看算是否能修复碳纤维损坏的问题 不过对方的回复是 要看到现车才能评估是否能修复 所以马特一咬牙一跺脚 就将车子买了下了 他还是不想放弃这么一辆便宜的车子 招呼老爸开着拖车 就从阿姆斯特丹把车子拉了回来 不过这时他们发现 车子的事故这么严重 车内的安全气囊竟然一个都没有弹出来 难道车子是带着魂环来的吗 不过马特对此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现在连上车都无法做到 因为车门是需要电池供电才能打开的 所以老爸就拿来了一栋电源 准备链接下电源试一试 在尝试无果后就想到了车子的钥匙 马特记得以前观看过一个视频 说钥匙的内部会有一个手动的钥匙 然后在前封道的下方有一个钥匙孔 在这里就可以打开行李舱 可当马特打开钥匙时却发现 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钥匙 所以马特认为钥匙应该是断了 他尝试着去摸索封道里的钥匙孔 果然断的钥匙竟然还在里面 将其转动后打开了行李舱 此时里面还存留着一些零件 马特将移动电源连接到了电瓶上 这时车门就可以轻松地打开了 甚至里面的仪表盘都可以正常地活动 于是马特的老爸准备将电瓶拆下来充电 可在拆卸的过程中发现 行李舱内竟然残留着不可描述的物质 马特认为应该是一只老鼠留下的 可将行李舱拿掉后发现 里面除了狠诗以外 竟然还有着很多的松子壳 难道这里曾经藏过一只松鼠吗 不管怎么样马特希望这只荷兰的松鼠 不要光顾车子的线路就可以了 接着他们就拿着钳子将刹车的油管堵住 然后准备尝试启动车子 本以为会出现引擎启动后的轰鸣声 可没想到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过马特对此一点都不担心 如果不能启动车主是要赔付的 所以马特认为是车子保险丝的问题 因为像这样的车子在出了事故后 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切断里面的保险丝 从而停止供电给启动马达 现在马特要做的就是跳过保险丝的这部分 直接将线路连接在上面 马特再次来到了车子的内部 此时他的内心还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一下的好坏 直接就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成败 他让摄影师和老爸观察下 是否有漏油的情况 然后用手挡着脸开始尝试启动 可让马特没有想到的是 车子依然没有什么动静 这让笑脸的他瞬间消失了 难道最坏的情况要发生了吗 在马特不断的尝试后 终于引擎有动静 只不过启动的一瞬间就熄火了 这时马特的老爸发现 发动机竟然开始漏油了 看着情况还非常的严重 马特过来观察了一番后认为 这是从发动机上出来的 因为这是干事油底壳 油是在一个容器里的 在马特启动车子时 油会经过压力并从中蹦出 所以为什么之前是好的 启动后竟然漏油的原因 在马特的一番高谈阔论后 马特的老爸一语惊喜了梦中人 其实这不是发动机漏出来的油 是变速箱上油冷气出来的 但现在还不能进一步的检查 因为马特预约修复碳纤维的公司 打来了电话 让他现在把车子送去检查 这里有麦凯伦批准的维修专家 是真的麦凯伦许可维修碳纤维的公司 现在马特还不知道 修复车壳的费用是多少 他的预算是在5000英镑左右 可这都不是马特说的算的 还在技术人员评估损失后 他有结果 可当技术员看到车子的情况后 表示他们只是能修复一个区域 像马特车子的状况 修复费用是相当的高 此时的马特一个脑袋两个大 虽然这次用超低的价格买下了车子 其中的利润也相对比较好 可如果车壳不能修复 再加上引擎也需要大修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就有可能流产了 为了用6万英镑减一个大便宜 马特从英国坐飞机到阿姆斯特丹 买到一辆出了大事故的麦凯伦720F 本以为是减到了一个漏 现在看来有可能是个比较大的错误 马特在麦凯伦专业公司碰了一身灰后 就把车子重新带回了车场 现在他面临的问题还是有两个 是否能继续修复的最大决定性因素 还是发动机能否启动的问题 马特先将车子用矩升机抬了起来 然后将拖车开了出去 这时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变速箱的油冷器上有这一个洞 之前流出的油就是从这漏出的 马特认为是时候拿出他的祖传秘方 使用一些填充剂进行专业的维修 接着马特就爬到了驾驶舱内 准备再一次尝试启动 可让马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既然一次就启动成功了 而且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好 完全没有了之前启动后熄火的状况 可这时马特的老爸又给了马特一个不好的消息 车子的尾部又开始漏油了 原来是马特的祖传秘方没有起作用 油依然从修复处流了出来 此时的马特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证明了发动机是完好的 所以马特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解决车子的第二个大问题 他先将车子拖了出去 将其推到了另一个车间 他们现在要将车子上损坏的部分拆下来 让车壳暴露的更多一些 然后评估一下是否能自己尝试修复 不过在马特检查后发现 先不说他们能否修复眼前的问题 就算能修复 马特还得找人购买材料之类的 修复的费用应该也不会低多少 现在他内心中有着一个想法 就是打听一下购买一个新的车壳 需要多少马内 马特打了一通电话后 向麦凯伦申请新的车壳 他们给出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然后马特又在二手网站上寻找 得到的结果竟然也需要三万五千英镑 这个价格都超出购买车子费用的一半多 此时的马特是真的被筹到了 真的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可天无绝人之路 马特竟然在汽车垃圾场 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车壳 看起来状态非常的不错 最主要的是这个车壳只需要五千五百英镑 马特认为又一次捡到了宝 虽然车子整体上没有什么大毛病 但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就像眼前的这个孔洞 要比原有的车壳要大一些 甚至这还是一个诱舵车 马特需要手动将其改为左舵的车子 接下来的工程量那是相当的大 他需要拆除车上每一个损坏的零件 然后才知道应该订购什么部件 这个过程是马特最不想经历的 因为很多看不到的地方 都会不经意的给马特增加预算 尤其是一些改装过的零件 更换一个小部件的价格 都是造价不菲的 就像眼前的这个排气管一样 它的价格就要七千多英镑 但为了能让车子的声望好听 像这样的排气管是不可替代的 现在马特遇到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他需要将上面的零件都拆解 转移到新的车壳上 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他们不仅要在拆卸的过程中 尽量避免损坏零件 还有把拆卸好的零件标记好 这样会在恢复原位时减少很多马轮 时间就这么的一点点的过去 工作的进度也出现成效 在马特父子的不断努力下 终于将发动机和车体分离 看着发动机上凌乱的线路和软管 如果没有几十年的修复经验 绝对都不敢这么干 幸亏马特还有老爸这个机械师 他的维修经验完全能支持 马特的各种想法 就像现在马特还在想 是不是要安装涡轮增压器 好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 不过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车子上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拆除呢 尤其是前面的仪表盘 上面有着太多的线路 整个过程都会非常的繁琐 所以修车的师傅大多都是非常有耐心的 如果不是的话 看到这么多线头会瞬间暴躁起来 而马特就是众多修车师傅中 比较沉稳的一个 他不仅会非常有耐心地 把每个线路捋顺好 而且还会在工作中找到快乐 因为马特非常热爱这个职业 很多时候都是在享受修复过程 让一辆辆破旧的车子重新能上路 也一直是他内心中的梦想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极少的人才能做着感兴趣的事 现实和理想很多时候都是矛盾的 就像马特也有着 很多辆修复好的车子停放在车库里 不是每次修复好都可以马上卖出去的 所以马特能一直坚持着梦想也属世不易 这时马特遇到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车上的线路是从车子内部穿行到后端的 这就意味着马特必须将车架上的线路都拆解下来 然后才能把车壳拿下来 这将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工作 为了释放掉内心中的烦闷 马特决定将车壳抬出去对其清洗一番 对于一个大男孩来说 玩水一直是一项很愉悦的事情 会让一个人的内心很快开心起来 接着马特就找来了更换封挡玻璃的师傅 将损坏的封挡玻璃拿掉 现在马特要把车上的线路拿出来 将其转移到新的车壳上 此时马特有着建造一辆麦凯伦的感觉 他认为麦凯伦的公司也是这么安装线路的 只不过麦凯伦的生产线上有很多人 而此时的工作现场只有马特一个 等马特把线路捋顺好后 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马特提出要将新的框架安装到车壳上 但现在没有新的油箱 所以马特打起了原车上油箱的注意 准备把油箱里的油放出 这可是满满一整箱的荷兰燃油 马特拿出了所有的容器才装满 接着马特再次来到了车子 将固定油箱的螺丝都拿了下来 这时老爸也跑过来帮忙 在他们不断的努力下 终于将油箱成功卸掉 既得到了油箱又没有破坏后车架的外观 现在马特就可以安装新的车架了 这是他花了2000英镑购买到的 加上购买车子和车壳的费用 总共是6万7500英镑 此时车子还是一个非常便宜的麦凯伦720S 但是马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之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吧 6万英镑买的麦凯伦720S试固车 竟然还邀请来的明星理查德给车子签名 此时马特已经将车架安装好 接下来就开始连接线路了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 麦凯伦的车子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在线路的连接处都有着对应的颜色标签 马特只需要根据颜色将其连接上就可以了 这一下就让整个线路的连接简单了很多 只不过在后车架不现实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因为这个车架和原来的有着些许不同 如果根据眼前的螺栓孔去安装的话 连接器将有可能无法有效的连接 所以马特就先放弃了这步操作 准备先把电池连接启动器和交流电机的线路安装上 马特的计划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使用了一个排除法 马特先去安装一些有把握的部件 然后根据安装正确的线路 去推测出线路的安装路径 接着马特就把小油箱安装了上去 这个过程安装的非常顺利 只要再把汽油油箱安装好 就可以安装发动机了 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他将车子拖到了当地的粉丝见面会上 并邀请来了汽车节目的著名主持人理查德 他曾经是英国非常火爆的Top8节目的主持人 也拍过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他的签名已经不知道签了多少 可这次让他签名的却是一个报废车 这让理查德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还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理查德将签名签到了金属板上 并亲手将其固定到车架上 等这次的粉丝见面会结束后 马特就把车架带回了工作室 然后拖来了拆掉的发动机 不过在安装它之前 马特必须先将油箱安装到车架上 否则等发动机安装上去后 在安装油箱的话那将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现在才是安装引擎的好时候 他们把引擎拖到了车子的下面 然后将矩升机降了下来 此时我们就可以发现 引擎放到车架里是非常的紧凑 完全没有一点饭兔的余地 所以马特二人在安装引擎时 都非常的小心 生怕一个失误 就会给修复费用上添砖加瓦 只不过现在的重量都在后端 矩升机在升起时很容易测粉 所以马特的老爸就用绑带将车子固定好 这样车子在升起时就会保持平衡 人在车底下工作也就万无一失了 接下来他们就将一个个零件安装了上去 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顺利 于是他把剩余的工作交给了老爸 马特却来到了车子的前面 他要将车子右舵改成阻砖 马特的计划是这样的 由于车壳上的两个孔位大小都不一样 他要将原本孔洞按照尺寸切割下来 大的孔洞用切割下来的板面去填补 而小的孔洞就用工具来扩宽 并将其固定好就可以了 等马特把刹车安装好后 他们就可以开始孤线了 只不过这一堆一堆的线路 让我看着都有些头疼 这么多的线头要都记住他该去何处 那得杀死多少脑细胞啊 其实马特也不知道每个线头应该在哪里 他的办法还是以前的老办法 准备将原来车上的车架拆解下来 安装到新的车体上 这样再慢慢的排除就简单很多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流程 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由于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工作起来也变快了许多 一个个固件都被安装了上去 就连老爸在工作之余都跳起了机械舞 这不得不说马特的老爸还真是个开心果 总会被沉闷的工作带来欢笑 当马特将前端的零件都安装好后 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这个支架是固定仪表盘的 可是因为右舵改左舵的原因 车架上根本没有螺双口 最难的点是要将其安装到正确的位置上 这可以下难住了马特 在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努力思考后 他决定先将支架安装到仪表盘上 然后把仪表盘抬到车上相应的位置 用手喷漆喷出上面螺栓孔的方位 再用电钻钻出想要的孔 这样就可以不偏不倚的将支架安装上去了 安装仪表盘时也不会出现任何的误差 这是之前购买的油冷气箱到货了 这是马特好不容易逃到的一个二手的 他们准备将就的更换下来 这样就不会在车子启动时到处漏油了 此时马特已经把油门和刹车都安装好了 接着他就把ECU都安装了上去 要知道麦凯伦ECU是有两个的 他分别是控制左右引擎的 接着他就给车子加满了机油 迫不及待地准备打火尝试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车子没有任何反应 结果发现中控台上是有一个传感器的 他可以识别汽车的钥匙 马特将其连接好后再次尝试 可依然没有动静 这可有点让马特不知所措 他趴在车里检查各种线路 又用万用表检查电池的供电情况 就这样反复检查启动 再检查再尝试启动 反反复复做了好多次都没有启动成功 他认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实在没有办法他打给了好友弗兰迪 询问一下车子的解决办法 弗兰迪的建议是让他用力踩刹车 然后再去尝试启动 可是车子除了发出奇怪的声音外 依然无法启动 两个人忙了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结果 最后还是马特的老爸找到了问题所在 有一根线路之前藏在了框架的下面 马特在链接线时竟然忘记链接这两个插头 将其链接好后再次尝试就一次启动成功了 这时马特是十分的开心 几天的阴霾都一扫而空 不过这个功劳还是属于马特老爸的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同一宝 马特在很多不知所措的时候 都是老爸的点睛一笔解决了问题 现在启动的事情解决了以后 他们来到了车内 将车内的石板都安装了上去 其实每个车子在出了事故后 车内都会有一定的损伤 像这台车子这么严重的事故 一般抱一个两个的安全气囊才对 可眼前的车子却是一个例外 车内基本上都是完好的 其实这台车子的安全气囊传感器是打开的 但车子里面的火焰保险丝却不翼而飞了 再加上安全带是需要更换的 所以马特就没有恢复后面的版面 等更换好后再来恢复 马特此时急需一些零件来补充 明显地上的零件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附近的汽车垃圾厂 准备在这里淘一些可用的零件 他们在这里忙活了一整天 终于将所需的部件带回了车厂 现在就可以继续维修车子了 6万英镑购买的迈凯伦720S事故车 竟然启动时尾气冒出了大量的烟雾 难道这是引擎出了大问题吗 起初购买车子的马特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 它还是像往常一样 把从垃圾厂带回来的零件依次安装到车上 此时随着时间的流失 车子的悬挂系统也都基本成型 可不该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了问题 马特在安装的过程中发现 之前购买的悬挂竟然有些弯曲了 这可是他花了1700英镑购买的二手零件 当时很多零件都摆放在一起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马特还画了一张图尝试解释了一下 充分地解说了一下车子悬挂系统的原理 然后给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案 说的小编是一个头两个大 给我的理解就是 这个悬挂是马特1700英镑购买的 如果再去购买一个新的悬挂 就要3800英镑左右 这样的结果马特是完全不允许的 所以他只是证明了悬挂的弯曲是无伤大雅后 就把所有的管线连接了上去 接着马特又拿来了一个刹车盘 这一个就要2000英镑 像这样的刹车盘马特一次就需要两个 所以一整套的悬挂系统还是昂贵的 可现在马特又遇到了极爽的事 麦凯伦他有一个后制动卡钱 然后还有一个单独的后制动器 手刹卡钱和电子控制连接的一个东西坏了 所以马特就在网上找了一个200英镑的替代品 有了新的零件 马特的修复工作再次进行了起来 他把车子的一个个零件都安装了上去 这时马特又拿来了一个尾翼 这个售价非常的昂贵要2000英镑 它与其他的尾翼有些不同 它的安装是在底盘上的 马特首先要用螺丝将其固定在框架上 然后还会有两条液压管连接到一个T型盒 接着再安装二次空气泡 所以说这么一个尾翼会有很多的部件去支撑 造价也相对贵了一些 当马特准备给车子加入冷却液时发现 冷却系统竟然还存在着泄露的地方 这时摄影师打赌他指定是忘了连接某个软管 可马特还在死鸭子嘴硬说没有 现实却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等马特将软管连接好后 本以为这次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 可马特的老爸又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左侧散热器有可能出现泄露的地方 这让马特的内心有些无奈 本来好好的散热器也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都是他从垃圾车厂逃回来的二手零件 看来马特从垃圾厂购零件的经验 还是差了一些 所以这次马特决定让老爸去购买所需的零件 自己也没有闲着 他用这个时间给给变速箱内填充了机油 等老爸把新的二手散热器拿回来后 他就将其安装了上去 再次测试时就没有了泄露的地方 接着马特把冷却液灌了进去 这时就需要启动车粉 让冷却液流动一下后继续将冷却液填满 可没想到的是 排气管里竟然冒出了滚滚的烟 感觉就像着火了一样 大家都站在周围傻笑了起来 难道这次真的被坑到了吗 他趴在引擎上静静地思考 开始马特认为是泄露的冷却液导致的 可当他把上面的软管拆下来后 发现里面是干的 所以问题不应该是这里 现在马特的内心是非常糟糕的 如果去购买一个二手的发动机的话 价格那不是一般的贵 所以马特就再次来到了迈凯伦的商店 准备向他们寻求帮助 在技术员的一番天马星空的指导后 马特就又花了5000多英镑回来了 结果技术员的方法还真好 再次启动事情还没有爆烟了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马特之前加的机油加码了 像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的视频 完全都和马特车子一样 都是因为机油加的太满才会冒出那么多眼 只要把多余的油烧掉就会恢复正常的 那马特花的5000多英镑是花哪了呢 就是眼前的这个悬挂 在技术员的几番说服下 给其讲解了不更换的弊端 让马特不得不大出血浆起满了下来 这次他不仅是购买了新的悬架 还将之前的手刹也都换成了新的 这些都是保证车子安全的主要零件 一点马虎就可能让车子再次发生事故 所以这方面的投入还是十分必要的 接着马特就来到了车子的内部 快速地将内部的石板都恢复回去 此时就到了最后的组装阶段 马特为其购买了一整套的零件 这样的颜色看起来真的不是十分好看 安装在车上总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不过俗话说得好 人靠衣装马靠安 随着马特将一个个部件组装到车上 此时的车子也已经有了他该有的样子 不过这还没有完 马特还花高价订购了一整套的CT碳纤维车身套点 将其安装到小清新的车身上 会呈现出一个别样的感觉 此时他们的组装速度都加快了起来 这次马特的修复可算是加足了本钱 把该换的不该换的基本都换了 尤其是眼前的这个扩散器 安装上去后一下子就霸气了起来 瞬间让车子拥有了攻击性 等马特将前唇也安装到车上后 这台出了事故的麦凯伦720S就修复完成了 他用拖车将其带到了朋友的店里 准备在这里换上一台全新的轮胎 这套轮胎的设计我相信是满分的 非常符合车子的调性 由于车子现在还没有注册 无法上路给大家展示 不过我们可以欣赏一下改装后的样子 好 出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